民众实在吃的不安心 在看到独有风暴之后 鼎星集团召开记者会承诺 提供新台币30亿元作为实安基金 并且由润泰集团总裁 尹远良接下实安基金诸集人 不过现在呢是剧情大转弯 尹耀良在今天表示说 今天鼎星集团把30亿元 直接捐给政府不要再成立实安基金 也就是说呢找人不容易 这似乎也表态实安基金会破局了 而这笔钱呢我会建议他们 捐给政府有关的部门 做实安的专用 不要再成立什么基金会了 钱没有到位被魏家委托成立 实安基金的召集人 尹耀良突然宣布实安基金正式破局 由殷总裁出面召集专业人士 属成食品安全革新委员会 回头看看10月16号 魏家二兄弟温英娇 温英聪召开记者会喊出 一个月内要捐30亿成立实安基金 会才刚开完 不过当天晚间 魏英聪就遭到了张杰收押禁件 30亿的实安基金从此没有人再提起 让魏家说委托应业良到期 前一天紧急喊咖 也让万界质疑 魏家到底是筹不出钱 还是根本不想拿出钱 他们现在是钱比较紧 我是临时召集人 这个钱捐到魏以后 我就工程增退 那本来以为说 这样子可以重新发落 没想到还是收押 所以可想而知 他这30亿他是不会捐 他也没有这个意愿捐的 外界推测当初这笔钱 难道是为了避免魏英聪的 牢狱之灾才喊出来的吗 而如今抢救计划大失败 魏家如果真的拿不出30亿 恐怕再让外界质疑 魏家不仅买毒油 现在连陈信似乎也都找不到了 记得陈信林东民SNG小组台北报导